十五三 宣哥 正式那个 SLC发来的邮件 您看一下 你也要约我后天见面 真的 那太好了 那我现在去给您订个机票啊 等一下 那个您再把那个下午的时间控出来 跟雪凌去一趟礼是否呢 您不去啊 我跟您说那个什么陆军 他要无赖起来的话 估计也就您能挣得住 那这样吧 明天上午等雪凌咖啡会之后 咱们一起去 行 那早点回去休息啊 不是 还有一堆文档没处理呢 早下班不喜欢 喜欢 喜欢 那您早点休息啊 我先走了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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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阳 吃阴的方向 你在的地方 是哪天你留下的花 会瞬间变晴朗 是哪天你留下的花 他微笑模样 像天空暗沙 发这条语音呢 是录给那个狮子着叫的人 想跟你说说今天我打工遇到的事情 今天打工的时候呢 我碰到一对老夫妻 他们差不多七八十岁 然后坐在那里呢 特别地恩爱 看着他们我就在想 我七八十岁的时候会在哪里 会和谁在一起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我们呀 对了 明深 这个是新装发布会的场地合同 你看一下 我等一下再仔细看吧 许良 有些事 我想要跟你好好聊聊 所以你这次去巴黎没有见到米娅 昨天晚上米娅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而且希望我过去当面聊一下 那就好 明轩 我真心希望你能谈下 SLC的项目 这样我就不用回家 听到我爸说那些风凉话了 你都不知道 因为我支持你去巴黎 他老人家都跟我 殴了好几天的气了 还说什么白养我这个女孩了 李师傅 你先不要着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慢慢跟我说 我 新的绣管还没有安装安保系统 所以什么都敞吧 李师傅 这放到我们这里吧 你先出去歇会儿吧 昨年呀 这都是一阵一线绣上去的 都是心血 全都毁了 这可怎么办呢 唐总 修梁 你先带师傅去休息一下 来 师傅 董本 我刚才听修梁说 先几天陆俊来过 过 来 喝水 你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我听说你前两天来过绣坊啊 是啊 我来看我姑 怎么了 没什么 随便问问 你 你不是怀孕是我干的吗 怎么可能是我干的呢 我图什么呀 陆俊 我告诉你啊 陆俊 我告诉你啊 这个新秀坊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如果你心里不符了 你可以去告我 我是我六姑的亲侄子 我凭什么不能啊 陆俊 别在这儿大喊大叫的 吵得我头疼 不是 姑 他们冤枉我 把脏水往我水上扑 你先回去 有事儿我再叫你 唐总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新装发布会之前这些绣片 肯定是补不回来了 咱们现在从设计上调整了 有没有办法 我得回去看一下设计图 可是 新装发布会 主打的就是苏绣工艺 设计也是完全围绕苏绣来完成的 修改有难度 要不要我先联系一下其他绣方 有困难不代表完全没有可能 现在回去 马上试一下 我讨计的 现在 我认为 我们正在教育的 一些东西 没有 对 我们正在教育的 我们正在教育的 我认为 我们正在教育的